李时珍 李时珍,我国明代的医药学家,他是湖北齐州人,青年时就跟父亲李月池学医,对各种药用植物特别有兴趣。 李时珍也赶过功名,因为不喜欢八股文章,所以屡事不重。 父亲见此情景,只好让他放弃科考。 父亲对他说,你如果对本草有兴趣,就去研究吧,只要你能做个有用的人,学什么都行。 从此,李时珍专心一意地钻研医药,同时还帮着父亲替老百姓治病。 父子俩由于医术高超,深受远近百姓的敬爱。 一天,李时珍正在看病,忽然有个孩子气喘吁吁地奔进门来,说道,李大叔,爸爸叫我来请你,我妈病了,病得很厉害。 来人是村民老庞的儿子小溜,李时珍急忙跟着小溜来到老庞家。 他看过庞夫人的肩,对老庞说,你放心,并不中,我马上叫人送药来。 老庞千恩万谢,见李时珍已走出门外,连忙捧着一只大南瓜追了出来,他要把它送给李时珍。 李时珍不肯接受,白手说,你自己留着吧,没有药钱不要紧。 老庞拿李肯医,回头招呼小溜把南瓜送过去。 回家的路上,李时珍一直在琢磨本草上的药物,忽见前面围了一大堆人,乱哄哄的不知出了什么事。 走近一看,只见一个地宝嘴里咒骂着,凶巴巴的正捆绑一个衣服破烂的走方医生。 那个医生直瞪着眼,医生不吭,显得十分愤怒。 地宝抬头看见李时珍,便向一旁的染坊医治,你来得正好,请你进去瞧瞧,那家掌柜的有病舍不得花钱,请了这个家伙,错开了药,现在倒霉了。 李时珍关切地看了那医生一眼,对地宝说,我进去瞧瞧,要是他真的错用了药,你再捉人。 说着,走进染坊。 染坊里的伙计见李时珍进来,忙把药方递上,有个伙计还把药罐里的药渣倒在柜台上,请李时珍查验。 李时珍看了药方,又细心地拨弄着药渣,他捡起一种药渣,放进嘴里嚼了嚼,点点头,说,是了,这药叫胡掌,方子上没有,药铺里却把它错当成漏篮子了。 一旁的账房很不服气,说,这药是慎德堂抓的。 这时,地宝压着那医生进来,接口说,慎德堂是八十年的老字号,哪里会错,李大夫可不要得罪了包香绳。 慎德堂的老板姓包,是当地有财有事的香绳。 大家听地宝这么说,都闷闷地不说话。 李时珍按捺不住,政策说,老字号查旧药书,翻老黄历,哪会不错,医生没有错,快把他放了。 地宝不懂药物,只得把那医生放了。 李时珍上前一打听,得知那医生叫老魏,干这行虽已有几十年,却到处被人轻视。 李时珍很同情他,便请他到自己家里去。 老魏拾起被扔在地上的串铃和药箱,跟着李时珍到了李家。 见过老医生李月池,三人便交谈起来。 老魏对药物比较了解,谈了许多药物知识。 老魏把知道的许多秘方都告诉了李时珍,又说,目前的药混乱极了,古书上往往把不同的药错当成一样东西。 今天,慎德堂药铺就上了古书的当。 傍晚时分,老魏晃动串铃,仍旧干他的老行当去了。 李时珍送了他一程,才依依不舍地与他分别。 老魏的一席话,总在李时珍耳边萦绕。 一天晚上,他们父子俩坐在井台边乘凉,李时珍便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父亲。 李月池正要说话,忽然,月光下有个孩子飞奔前来,一面高声大喊,李大叔,李大叔。 李时珍吃了一惊,但要迎上前去,那孩子已经到了面前。 李时珍认得是小溜,问他这么晚来干什么,他妈的病怎么样了。 小溜喘着气,迟疑了半嗓,才低着头,说出自己的心思来。 妈服了你的药,病就好了,我要跟你学医,做一个大夫,也好去救人。 李时珍很感动,扶着他的肩膀,和善地说,你现在还小,还要多念几年书。 谁知小溜把脖子一扭,唬着脸说,我不爱念那种书。 李月池一听,不禁哈哈大笑,伸手把小溜拉过来,又是一个不爱念八股的,回去吧,再过几年,我让李大叔教你。 小溜觉得委屈,抹着泪水走了,父子俩也进了屋,正打算睡觉,哭听的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,不一会儿,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 李时珍开了门,只见一个牙医陪着一个王府官员走进门来。 那官员向李时珍打亮一眼,拱拱手说,他是武昌楚王府的,因为王子有病,想请李时珍去医治。 接着,两个侍卫各捧了一个大气盘进来,盘里放着四钉银子和四皮锦缎,拆官说,这是楚王送的礼。 李时珍却没有搭理,走到一旁,皱着眉头不说话。 李月池看透了儿子的心思,盲说,这里的病人不用你担心,为了完成修改本草的愿望,你应当去。 李时珍便笑着答应了。 第二天清早,李时珍辞别了父亲。 并叮嘱妻子要好好侍奉父亲,教养两个孩子,便坐上楚王府的马车,向武昌进发。 到了楚王府,只见王府门前车水马龙,好不热闹。 拆官陪着李时珍走进王府,一个官员对拆官说,楚王有命,李大夫一道,先请他去参加炼丹大礼。 原来,当时的官员都迷信道交,喜欢雇用方式来炼仙丹,以其能长生不老。 李时珍心执方式骗人,但初来乍到,不敢插话,只得跟着那个官员走上店去。 那官员领着李时珍,站到了官员的行列里,店上香烟缭绕,正中放着一只大丹炉,两旁站着一排道士,正在吹吹打打地走着去。 一会儿,一队仪仗从店后走出来,后面跟着楚王和身穿法衣的刘道士。 月声戛然而止,只见楚王拜扶于地,刘道士手里拿着一张黄纸,几里咕噜地念起注文来。 终于,炼丹大礼在中古声中结束了,李时珍拜见过楚王,去给王子看病。 当他看到王子扶过的药方后,便直接了当地对楚王表示,王子的病不能再耽搁了,这都是吃错了药惹的祸啊。 楚王脸一沉,瞪着眼说,照你的意思开方好了,原来,这些药方都是由刘道士做法问过神仙的。 李时珍这么说,楚王自然要发怒。 第二天,李时珍正在计划怎样修订本草,忽然,一个侍卫闯进来,说王爷在发怒,叫李时珍立即去见他。 侍卫把李时珍领到楚王的单房里,楚王的面孔像石板一样,指着他说,你知道吗?王子服了你的药,吐了。 李时珍却不惊慌,忙向楚王道喜。 楚王很是疑惑,正要发问,一个官员进来说,王爷,仙丹殿成了,刘法师送丹来了。 接着,一对摆弄着乐器的道士走进丹房,为首的刘道士手捧丹盘,恭恭敬敬地把丹药献给楚王。 李时珍见丹盘中放着一颗紫色的药丸,知道这是方式骗人的东西,服了是有危险的,便不顾楚王恼怒,坚决劝他不要服用。 王爷,这是用黄金,丹沙,水银制成的,药性爆裂,千万服不得。 刘道士一听,气得两眼翻白,扭头向李时珍怒喝一声,又对楚王说, 王爷,这人存心害死王子,又阻止王爷成仙,应当治罪。 楚王听了刘道士的话,终于吞服了丹药,又叫侍卫把李时珍带下去关起来。 但正像李时珍所说的那样,王子吐了一阵,病很快就好了,楚王服了丹药,却昏了过去。 王府里的几个医生只会搓手,刘道士却怪李时珍触犯了神仙,破了金丹妙法。 王妃无奈,又把李时珍放了出来,叫他医治楚王的病。 楚王经过李时珍的医治,才保全了性命。 这天,楚王把李时珍叫进内殿,赏他珠宝,又封他官爵,但李时珍都谢绝了。 楚王很不高兴,李时珍赶忙上前一步,恭恭敬敬地行个礼说。 时珍有个愿望,本草书多年失修,王爷要是能够上奏朝廷,把他重修一下,时珍愿意效劳。 楚王听了皱着眉头说,这些小事也值得我上奏朝廷。 李时珍见楚王推阻,便要求保举他进太医院,楚王笑着答应了。 李时珍本以为进了太医院,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,但没想到,他几次建议重修本草,却始终没有得到重视。 他只得闷闷地待在书库里翻看医书。 一天,他看到一部千金方,书上有曾祥的批注,批得很好。 他想起老魏提到过曾祥,说曾祥是个有学问的老大夫,便向一个老愿意打听。 愿意谈起曾祥的本领,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。 李时珍听了,连忙放下书本,兴冲冲地去找这位老学究。 约莫走了几里路,到了曾祥家门前,只见门半开着,门上贴着一张纸,曾祥朔望讲学。 李时珍暗暗高兴,今日恰巧是十五,正好进去领教一番。 他轻轻地推门进去,园里树木成林,树荫下坐着许多人,一位白胡子的老人坐在石凳上,不紧不慢地说着话。 李时珍悄悄地在人群后面坐了下来。 只听老人说道,讲到本草这一门书,我们要好好的学习。 可是有个学法,就是不能被古人限制死,要分清对错,对的就学,错的干脆抛弃。 李时珍听了不住地点头,心想,对极了。 这时,座中忽然有人站起来说,请问老师,本草中最大的毛病是什么? 老人大声地说,就是那个老套子啊。 大家不明白他的意思,小声议论起来,李时珍兴奋地站起来说,曾老师说得对极了,本草的分类是给修仙的人设想的,对医生治病却没用。 曾老师不认识这个说话的人,但心里十分惊奇,正要询问,李时珍已经走上来,师里说,冒昧得很,我叫李时珍。 门徒和听众都散去了,曾老师陪着李时珍来到堂上落座,对李时珍说,本草打宋朝过后,就没有人修了,应该修,可是,说到这里,他忽然停住了,沉默了一会儿,他叹着气摇了摇头。 太医院只会侍候皇上祥乐,向百姓要钱,别的什么都不管,我就是给他们排挤出来的呀。 临别的时候,曾老师又握着李时珍的手,恳切地说,你不要灰心,还有,别把我忘了,要来看我。 一天,太医院的官员们照例聚会议事,议论了一会儿,李时珍站了起来,又一次提出重修本草的申请,院士却瞪着眼讥笑他。 李时珍不理会,接着说,官家已经有几百年没有修本草,外边的药物又弄得很混乱,太医院再没有比这事更急的了。 谁知院士一听,拍着暗桌怒吼起来。 李时珍忍耐着,冷冷地说,什么学问都是一代接替一代干起来的,有些东西我们比古人知道的多一点,这有什么可奇怪的。 他上前一步,说,重修本草,不单是为了盯正旧物,更要紧的还是增加新药,眼前的新药越来越多,我们再迟迟不休,职份上也太说不过去了。 院士气得两眼发直,一时无语了,待了一会儿,他砰的拍了一下暗桌,喊了声散,便转身退到厅后去了。 官员们瞟了瞟李时珍,也冷笑着散开了。 李时珍瞪着这批官员的背影,一股怒火直冲脑门,他使劲多了多角,愤愤地说,再也不干这可耻的太医了。 他连夜写好辞职文书,收拾好书籍笔记,第二天早晨,又匆匆去和曾祥告别。 曾祥把自己花上三十年经历批注的几种本草,都送给了李时珍。 李时珍双手接过书本,正要跪下行李,却被曾祥一把拉住,曾祥爽朗地说,我希望你给咱们医学干点什么。 李时珍恭恭敬敬地说,我永远记住你的话。 李时珍辞去太医,回到家中,妻子吴氏和儿子建员建方迎他进去,吴氏流着眼泪说,爸爸去世已经有一年多了。 吴氏又从书架上拿下一叠稿本递给他,抽气着说, 爸说你修本草是用得着的,这是他的手稿,他老人家临终时还惦记着这件事。 李时珍眼含泪水,紧紧地把稿本贴在胸口,嘴里喃喃地说, 爸爸,朝廷虽不肯重修本草,可是儿子的主意是铁定了的,绝不会使你的期望落空。 李时珍于是日日夜夜地工作起来,他把各种本草认真比较,一心想把旧本草的错误改正过来,再把新发现的药草补充进去。 一天,他正在书房里,忽然吴氏领着一个青年进来,那青年叫了一声老师,跪地变拜,吴氏笑着说, 你不认识他了吧,他是老庞的儿子庞县,就是小溜啊。 庞县一直在外念书,他听说李时珍回到家乡,就赶回来拜师学医。 庞县红着脸,说没钱给老师送礼物,李时珍却说,决心就是最好的礼物啊。 庞县帮着老师抄写,师徒俩苦干了好多年,可是弄不懂的药物却越来越多。 有一次,李时珍看到一种叫云台的植物,查了十几种文草,却没有一文把它说清楚。 他低着头,背着双手,在屋子里来回躲着,嘴里喃喃地念叨,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? 旧书上说得有头无尾,可我们的书不能这样。 他走到窗口,望着天空出神,忽然,他自言自语地说,我们错了,要做好这件事,必须走出门去,向内寒人讨交,关在屋子里死啃书本,是不顶事的。 第二天一早,他叫螃蟹背起药箱,师徒俩走出家门,走不多远,见农民老杜正在除地,便向他走去。 老杜看见李时珍师徒,便向他们打招呼,李时珍笑着说,老杜,我正要问你,有一种叫云台的,九月里下种,第二年春天开花,收子可以榨油,这是什么东西啊? 老杜想了想说,云台我不知道,照你说的,那是油菜呀。 他随手拔起一颗,递给李时珍。 李时珍接过一看,眉飞色舞地说,住出来了,是油菜。 就这样,当地出产的药物被他搜集了个遍,这天,他收拾了书籍,扎剂,骑上驴子,别了妻子,带着螃蟹出远门去采访。 师徒俩离开家,一路采访,一边记录。 他们翻山涉水,不知走了多少日子。 一天,来到一座松林,一个药农正在那里采药。 李时珍跳下驴跟他攀谈起来,那药农指着几棵枯雕的老松树说,你瞧,在出茯苓的地方,松树都是干裂的。 药农说吧,估计了一下距离,看看土色,说,在这儿了。 一铲子下去,挖出一大块土褐色的茯苓来,李时珍点点头,心想,这是一条好心愿呀。 他们别了药农,走出松林,来到一个村子。 那边,有个又黑又瘦的老头,拎着一只药桶,再一只一头病牛。 李时珍一见,又惊又喜,便高声喊了起来。 老魏抬头一看,高兴地扔了药桶,飞步上前,一把拉住李时珍的手, 大叫着说,是你啊,李大夫。 他们便在路边茶棚里坐下,老魏得知李时珍为了修本草,出门来采访药物,不由伸出几分敬意。 老魏想了一会儿,笑嘻嘻地站起来,指着远处起伏的山峰说, 那是铜板山,那里的路我顶熟悉,李大夫,你这会儿可用得着我吧。 李时珍却说,他要跑的地方多,时间又长,工作太苦。 老魏说,不管怎样苦,我跟定你了,我这就去拿包袱。 老魏背着他的小包袱,跟着李时珍上了路,他们三人到处奔走采访, 从春到夏,从夏到冬,人瘦了,衣服也破旧了。 一天,北风正进,纷纷扬扬下了一天大雪,李时珍他们渡过一条浅夕,来到一座破庙里躲避风雪。 他们在大殿上坐了下来,李时珍师徒俩不约而同地从袖子里掏出衣书来阅读。 李时珍读了一会儿,放下书本,向老魏提了个问题。 老魏,你知道曼陀罗花是在哪里出产的? 什么?曼陀罗花?老本草书上可没有的。 李时珍笑了笑说,可我知道,古人用的麻药就是它。 老魏兴奋地站了起来,那就在咱们书上记下来。 他想了想又说,这玩意儿该出在北道上,我记得是有的。 这时,恰巧有两个侨夫进庙来避雪,李时珍便向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打听。 老侨夫想了一会儿,说,那个花,我们北道上叫山茄子,可这里却不出产。 那个正在抽烟的侨夫接口说,武当山倒有,可是那儿的道士不讲理,把山里的东西都当作神草,谁也不许猜。 老魏一听,气呼呼地嚷了起来,管他道士不道士,我们是为了治病救人啊。 雪停了,他们三人继续前进,又走了不少地方,采到的药物也越来越多了。 第二年夏天,他们翻越了重叠的山头,到了武当山。 这武当山真是个好地方,到处都是奇花异草,山坡上有座道观,那就是紫霄宫。 李时珍激动地说,老魏,这简直是座宝山啊。 他们在山脚下采到了许多药,只是没有曼陀罗花,便顺着山坡寻找上去。 这时,紫霄宫里有个小道士,恰巧走出宫来,瞧见有人在采药,急忙回宫报告。 忽然,老魏和螃蟹听到李时珍在草丛中呼喊,连忙跑过去,只见他手里举着一棵草本植物,叶子像茄子,竟往上长,开着六个半的白花。 老魏首先喊了起来,曼陀罗,曼陀罗有了。 螃蟹正要去拿炸祭奔,呼听得有人大声吆喝,抬头一看,一大群道士围了上来,有几个手里还指着棍棒。 李时珍挥挥手,叫老魏和螃蟹退后,自己迎了上去。 那围守的老道瞪了他一眼,恶狠狠地责问他,你的胆子倒不小,感动神的东西。 李时珍说,你们霸占了治病的药物,让它们烂掉,没掉,不给老百姓用,你们的神是什么东西啊? 老道气得脸色铁青,大吼一声,搜。 众道士一拥而上,劈手抢下李时珍手里的曼陀罗,并把驼带和背带里的炸祭本全都倒了出来。 一个小道士抓起炸祭本,随手把它抛到坡下的山剑里。 眼看炸祭本顺着急流躺走了,老魏和螃蟹同时怒吼一声,冲出包围,跳下坡去。 李时珍也跟着月霞。 老魏在先,他沿着剑边狂奔,一心要追回炸祭本。 那炸祭本留到一个瀑布缺口,直冲下去,老魏不顾一切,跟着一跃而下。 螃蟹和李时珍赶了过来,向下一望,下面是万丈深渊,什么也看不到了。 师徒俩望着飞铺,泪水像急流一样躺了下来。 沉默了一会儿,螃蟹扶着老师走下山坡,在山脚下坐下。 李时珍万分痛苦,仰望着天空说,害了魏大爷,又丢了札祭本,可恨啊,唠叨。 螃蟹说,你舍不得魏大爷,又一下子丢了多年搜集的材料,我知道你很难过,可是我们不能灰心,我们可以从头再干起来。 李时珍停了,紧紧握住螃蟹的胳膊,说,对,我们可以从头再干起来。 这时,驴子从山上奔下来,跑到李时珍的身边,他的背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 李时珍跨上驴背,师徒俩继续到处去采访。 一天,他们来到南京,正遇上一年一度的三皇会期,只见药皇庙外的广场上堆满了各地出产的药材。 李时珍被多种多样的药材吸引住了,连忙跳下驴,他们一下子收集了很多宝贵的央品。 忽然有个人赶上来,一把抓住李时珍的手,正正地看了他一会儿,说, 老弟,真的是你,多年不见,你的头发也白了。 李时珍认出,他是自己青年时候的同学田桓,心里十分高兴,田桓指了指对接的酒店,拉着李时珍就走。 两人进了酒店,一面喝酒,一面互相诉说别后的情况。 原来,田桓也因为不想赶功名,在南京开了一盘大文堂书铺,课业一些书籍卖。 田桓听了李时珍修改本草的经过,郑重地给李时珍蒸了一杯酒,称赞他,鼓励他。 李时珍没有说话,举起酒杯,一口气把酒喝了下去。 师徒俩别了田桓,回到湖北齐州老家,乡亲们得知李大夫回家,都赶来探望。 李时珍开始修改本草,旁县和李时珍的两个儿子帮着腾血,无事装定纸本。 他们跟李时珍一起,紧张地工作着。 李时珍查资料,做教刊,尝尝熬夜,这样辛勤地工作了好多年,案头的稿本也越对越高。 这本提名为《本草纲目的伟大药书》,终于完成了。 李时珍写完了全稿,兴奋地把笔一丢,抓起最后一本稿本,交给旁县。 旁县高兴地欢呼起来,好啊,辛苦了二三十年,查了八百多种书,走了几万里路,请叫了许多人,总算完成了。 李时珍笑了笑,还接口补充了一句,你忘了,还有修改,改了三遍。 李时珍拿起李建方腾好的目录,看了看,问有多少卷,螃蟹像背书一样,爆出一连串数字,一共有五十二卷,分六十类,介绍了一千八百多种药物,咱们新加进去的有三百七十四种,单方是一千一百六十一个。 大家一听都欢笑起来,李时珍轻轻摸着这一大碟稿本,说,这儿有股人的多少心血啊,我们做了对争,又给归了一个总,让后人好好的用吧。 这时,旁县说,老师,现在我们该商量商量课验的事了,多少人都说要等着这书用呢? 李时珍微笑着说,课书的事找田大爷,他早就说过的。 过了几天,他们俩来到南京,找田桓商量课书的事,到了大文堂书铺,直接门上贴了封条,原来,田桓因为思刻禁书,书铺被查封了。 师徒俩只得转回家,这天,他们正在商量课书的事,忽然,慎德堂药铺的老板,派人送来一封信,包厢生知道咱们的课书不顺利,愿意给咱们课。 唐县气呼呼的说,这个老家伙还想在书上署名,那怎么行? 大家听了都十分生气,可是李时珍对此却有不同看法,为什么不可以给他课呢? 我自个儿没有什么贪图,我要的是流传,是救人的性命。 包厢生得到李时珍的同意,第二天就赶到李家,他把稿本翻弄了一阵,笑呵呵地说,李大夫,咱们一言为定,书就交给我客了,不过,这稿本骂方式的地方太多,要是去掉这些,这部书的行销是十拿九稳的。 李时珍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,大声说,正因为这样,我更应当写,要告诉世人真相。 包厢生满面堆笑,走到李时珍跟前,弯下腰,低声地劝说起来,李大夫,你要想想,写出这部书不容易啊。 包厢生还想说下去,李时珍脸一沉,叫螃蟹把稿本都收起来,包厢生又气又羞,红着脸,闷声不响地走了。 许多乡邻拥近房来,关切地望着李时珍。李时珍充满信心地说,我依靠大家写出了这部书,我想,他问世人间的日子已经不远了。 万历十八年,本草纲目终于得以堪行,他的出版,对我国药学的发展起了重大影响,他还被译成多种文字,在国外流传,得到世界医学者的重视。